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節的即時攻略 我是林子彤 這個環節有Samuel在 Samuel 你好 Hello 子彤 多提醒大家 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來204-6566問一下我們專家的意見 又或者出問題的電郵 到ASK-BSchannel.com 或者WhatsApp到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也有准直播 大家可以幫我訂閱和分享影片 有問題留下留言 會盡快解答大家 看看市場 恆治再創新低 現在跌153點 17701點 企業指數跌60點 最新增6076點 大市成交523億多 市場也是這樣 很多股份繼續創新低 大家可以看到 以前我們覺得好像很溫柔 領展 收息股全部繼續增加 星期二 接下來應該是星期四 就是期指結算 有甚麼想法 現在如果做單日或者快一點的交易 應該做法是怎樣呢 如果你說要看方向的話 這段時間還是向下 正在移動下去 即使你說 早段曾經有些少反彈也好 但這段時間 都還在出陰燭 你說可以 假設 如果你說期結的時候 要夾上些少 可能你說 偏離這條十天線 真是太遠的話 就可能在近這些 低落的位置 即是靠著整數關口 17500的時候 可能駁它彈少少 但是你說 以長期的方向來講 都還是會叫做向下 所以我會建議 等到有些出陽足的訊號先 那才叫做 考慮是不是真的叫做 日內可以薄一薄反彈 但是你說向下看的機會 或者你說做一些反向指標的勝算 暫時都還是大很多 如果你說 過去這一個星期的表現來看的話 如果你說以恆子的十天線 這段時間來計 現在挖著18400左右 所以你說又是叫做下幾百點 好像昨天這樣 如果你說昨天的十天線 是挖著18500 18600 去到昨天的低落 就17700左右 其實就偏離了大概 接近900點 所以就有得彈些少 即是在盤裡面有得彈些少 所以如果你又是 那條十天線慢慢挖到 18400 大概其實都會是移到 17500左右 那就又有機會彈一下 所以 駁短線的 盡量等它 即是落到一個 剛剛好 整數位 才叫做考慮 做反彈 如果不是的話 你說那些方網股 這段時間已經倒閉了 就是你說阿里 今天跌了2.4% 然後那些本地的地產股 雖然就想著它是 就是叫做有色派 或者你說可以 拿來做少少防守性的公用股 其實這一輪都開始追跌了 所以就 恆子的走勢 之前的人問 即是估恆子還是估納子好的時候 都是講過 恆子的勢一定是差很多 因為你要計算外資都準備走了 就是人民幣保持著 都是弱勢的這個因素 港股跌的壓力會是大很多 是 除了講過大市 又講一下個別的板塊 開始有少少 又想買少少買少少 這個策略 先講一下油價 我自己本身都有883 都是差不多這些位置買的 之前油價又衝上去 又收了額 今天又落回去自己的買入位 有很多人可能有少少高追 都在押價 如果是講海油這些 去到什麼位置 因為其實油就跌到9個月的低位 但是海油都是離這些水平 都是那個range 差不多是底部位置 你自己怎麼看呢 就是來到這些位置 或者再落多些 給多一點Buffer 去 之前那些7月中的低位 9個2號2這些位置 可不可以又再入少少 因為我們本身都是與 年底下出那個中期業職 即末期業職的時候 其實牌息都會保持 自己有沒有什麼想法 加不加得呢 這些油 我覺得就不是太差的 昨天都和大家提過 你說油 這一段時間落到某一些 就是捱著 報有83、85這些水平的時候 都會叫做一些支撐 就可以反彈一下 現在暫時一些下行的因素 或者一些風險 就是怕英國那邊 可能有機會出現一些衰退的現象 然後你說去到美國那些 都是維持一個強一點的加息步伐的 你在美元走強的情況下 對於所有的商品 那個壓力都大了 還有 昨天北水都看到一些端毅出來的 就看回你說 十大的成交裡面 開始出現淨流出的狀況 上個星期其實就連續淨流入了4天 剛剛昨天就開始停了這個勢 然後你看到他們沽的會是沽哪些呢 就是沽中海油 就是淨流出比較多一點 然後就是神華 還有你說拉下去的 亦都是沽了染礦 就是你說煤的 或者你說原油 這些叫做原材料相關的 其實那些錢真的叫做 開始流出得多些 反而你說騰訊 美團這些 重磅一些的互聯網股 都未算真的叫做沽得最嚴重 所以現在暫時 那些錢流出的就會是 流出了一些資源類的板塊 那變成你說 對於大家害怕了 中國或者你說歐洲那邊 那些經濟放緩的因素 又給了另外一個警號 大家就是你看到連北水都開始 甚至是昨天才來走的話 壓力就怎樣都大些 所以這一柱撈就不要太進取 我覺得可以先試一試 但是你說會不會有機會 給你沽多一柱呢 都有機會 那現在這一刻 如果你說以中海鈾為例的話 下了去10元以下 基本上你說要乘回股息率 都已經上到7元以上 然後呢 其實這個水平比較關鍵 為什麼剛才說 有機會可以被你撈多住 或者有機會再下多一些呢 就是要看一下現在這些水平 能否收到 因為由8月20幾號 這裡就大概做了一個雙頂的形態 那條項線就剛剛好 如果你說要拿9月8日的day load位置來講的話 就是9.52 現在呢 暫時是收9.54 所以其實差兩格左右 就穿的了 那看一下它手 就是你說這些位置守得住的 都還可以駁它做個 橫行區間先 但是如果你說穿了個雙頂的話 那就要在之前的 捱著大概10個4左右 這裡一路推下來 9.5的 差不多就走了9毫子 所以 如果你說這條項線一穿的話 那就有機會 又要叫做回到大概 8.54左右 所以就需要 小心點這個位置 所以我覺得你說這些水平 在項線駁一下都OK 但是如果你說這次駁不中的 可能即使就在這條50點線 樓下又要做指示先 然後可能又要撐到去 捱著8.4 8.5的位置 才有機會再撐回之前那一項 是否美金那麼強呢 油價都可能會限制著油價的反彈呢 是的 因為商品的價格和匯價 基本上是一個反向的指標 所以就對於 就是叫做拿這些商品或者資源的成本 都會加大了 所以就不理這個油價的情況 而且也是看加息那些的因素 就是如果你說可能是 將現金或者說把那些錢 拍到一些收息裏面的資產去看的話 那你要儲鈾 或者說你說要去 搬一些鈾那些成本 那個opportunity cost 就會大了 所以就 在一些經濟學的角度上面的話 就會呈一個反向點的指標 還有現在暫時都還是屬於 只是得美元強 那可能你說用美金來計價的鈾來講 就是在需求上面 都同樣地有一些負面的因素在那裡 就不只是說貨幣和商品的機會成本 是說你實際買下去的成本都貴了 就是你用美金去計的 基本上其他國家的匯率或者貨幣去貶值的話 那你又要再小一點錢 才可以長到美金去買鈾 所以需求方面都有機會是壓制著的 所以你說有機會回是有機會的 那我覺得你說現在這一刻 是純粹駁他們一些叫做油股 他們的股價這些水平 看一下好不好有機會駁到第一層 有一個反彈先 那如果你說支持位不夠了 或者叫做堆穿了 那就可能馬上反手先做一做指線 那你說就再下一個階段才叫做博 好 還有想問一下 美金強這個情況 是不是短期之內都很難去扭轉 因為很多人就在想 什麼時候現在的英鎊 或者日日日 可能大家有實際需要的用途 如果美金繼續強下去的話 是不是不需要那麼急著去買這些貨幣 除了美金之外的貨幣 現在這段時間都是處於一個 走得慢一點的階段 因為美元真的特別是算是強一點 這幾天 聯儲局上個星期 就結束了議息會議 然後你說一些票委 或者說一些委員 就開始慢慢陸續出來說一些公開的講話 剛剛昨天 今年有投票權的 就是說那個Loretta Master 之前都是屬於一個比較偏英派的票位 他也在這裡重申 接下來這段時間 都仍然是要保持著進取一些加息 一定要將那個通脹率 按下去2%的水平 其實這個階段就比較漫長 因為現在暫時還有6-7%留上的話 真的你要在市況 尤其是在一些資源類的格格裡面 經歷一個很大的震盪 才可以令到所有的成本 一下子回落下來 但這件事就未必那麼容易做到 因為之前也跟大家討論過 就是高通脹就不只是單靠油價 或者說一些資源 即是說一些成本上面 或者說一些運輸那些 那個壓力都有的 所以就 可能只是在油價上面著手 或者在一些資源類的產量方面著手 也好 就未必可以完全解決到這次高通脹的問題 所以就有機會要維持多一段時間 即是你說加息的週期 要至少去到下一年的第一季 即是基準利率 至少都要上到4.6厘左右的水平 才叫做可以 可能壓制著所有的消費能力 或者壓制著一個叫做通脹上面 那些人的消費品的運輸量 可能都要叫做縮埋 就是價量一起要縮的時候 才可以有機會禁止到通脹 那這件事也是解釋一下 為什麼英鎊這兩天 有這麼多的原因來的 就是它這次說的有些減稅 還有說的有一些補助的措施 這些是屬於擴張的政策來的 比起聯署人家叫做收水 即是說一些緊縮的政策 正在走一個相反方向 但是其實英國的通脹率 是比美國高很多的 就是英國的通脹率 是一個雙位數的數字 就是十幾個percent的通脹 那你在這些時間 做一些擴張的措施的話 即是說expansion 去刺激經濟的話 那他們就有時間搞了 就是他們的通脹 有機會再維持得久一點 還有再高一點 所以令到那些人就擔心 你的通脹那麼高 然後你到時候的息率 比美國還高的話 那些所有的成本 一次過倒上去 你破產的機會都很大 所以才是解釋一下 為什麼那些人昨天 或者這一兩天 那麼緊張 英國是不是真的會出現一些 大型的債務違約事件 造成到他們的經濟 有一個崩盤的狀況 所以兩個國家的狀況來看的話 你看到是美國有機會出現一些 就是再去縮表 然後就再去把其他貨幣的錢 吸回去美國那邊 英國即使你說 現在準備可能 繼續要加息 甚至乎加得多於美國 因為它的經濟體系 就不算好像美國那麼穩定 所以你說熱錢都不會留在英鎊那邊 好 今天另外有些 我上網看 有些人也都留意到 是1138 因為他今天 挨挨的二十天線 有些人說不要搞了 油價這樣滾到這樣 但是有些人說如果短炒的話 就用今天的低位做止蝕 那個輸的幅度會不會太多 但它真的可以在20點線上輕微反彈上去 叫做短線又可以炒一下範圍 或者炒一下小小的反彈然後走下去 你自己怎樣看 昨天都說大概在這些位置就吸 然後你說止蝕的話 其實都是炒下去大概6.8左右的水平 做個指示 慎防它這次做完回調之後 就真的叫做孤突了 因為最近期這3支的羊竹 就是說由9月19日20、21、3支羊竹開始突破起上來的話 基本上要回的後抽 那條頸線就炒下去大概7.26、7.25左右 其實昨天試完之後 就未算真的叫做好站得穩 你說給多一天時間 即是今天 如果它都叫做沒什麼彈回到7.3樓上的話 其實要止蝕的機會 都大了 所以需要叫做小心點 如果你說靠著在中間這些水平的話 就預算一穿了一條野天線 就算是去到6.8左右 給多幾個線的buffer 就開始叫做止蝕 現在暫時 即使你說到油輪的運價的防守性是高一點也好 但是如果你說油價要跌下來的 或者你說歐洲的國家加上英國 對於衰退的憂慮是多了的話 對於運油的需求都一定會少一些的 所以你說那個油輪的運價再回歐一點也一樣不奇怪 所以就現在這些階段比較critical 如果你說穿了 即是守得住的 你說駁它彈回到那條10天線樓上的 都可以接受 即是現在這一刻 就不是差很遠 你說要做止蝕的 都是大概只兩毫子左右 其實就兩個percent是可以接受的 你說短線去播一下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就預料了這兩天的消息面就沒有那麼正面 嗯 好 還有呢 剛才我們也想說 有人問海鋒 不如回答一下吧 差不多板塊的東西 1308有貨的幾千走好 14.86 現在輕微偏遠 但是其他1919那些都叫做有一升的 你自己1308給一點點建議它可以不可以 因為它之前那個派息的政策 就一定沒有316那些叫做那麼多住的 但是你說暫時挨住 都叫做有25至30厘左右這個range 其實就不算真的叫做很差 所以就看法上面 在個估值上面 是吸引或者公認你說是叫做合理的 但是在走勢上面的話 你說要回 這段時間可能真的要叫做回多一點 如果你拿一條周線 即是跌長一點點的圖來計的話 上個星期 尤其是上個月尾 由九月開始 一直已經叫做跌穿了之前的底 那條項線的位置就趴了下去 大概是19元左右這個水平 如果你說之前曾經的頂就趴了在 大概28.5左右 或者28元 滾下去19元邊這些水平的話 其實那範圍就大概9元 如果你說比較 如果要走完整個技術浪的話 應該就要滾到10元 就是說你說250周線 才叫做走完整個區 但是如果你說 在個估值上面的 這一段時間 它都只是PE 大概是4倍左右 然後你說股息率 派到27厘左右的話 其實我覺得就不過不失 算是叫做合理的 如果你說以一些叫做運輸 或者說一些航運類的版法來看的話 單位數的PE 還有說說20多厘的股息率 是一個基本的入門檻 它都做到的話 就可以叫做慢慢考慮去吸收 但是就純粹現在的勢 就告訴大家 回的機會都大 就是現在這幾天 都叫做保持著創 整個兩個月以來的低位的話 溝貨我覺得就可以免了 但是如果你說 再下一點的機會 就是下到去 可能叫做 worst case 一點的 去到10元左右的話 可以叫做溝貨 如果你說 之前叫做有貨的 那看一下多少錢開錢買 如果你說 剛剛買不久的 其實我覺得可以暫時 止一止蝕 那就慎防它繼續沽下去 因為如果剛才說的 技術浪來計算的話 就可以去10元 所以看看想不想止蝕 如果你說想止蝕 看看有沒有機會 這段時間做個後抽的話 彈得回到頸線的位置 即是說 彈回到18.5元左右 那就可以先做一做指示 但是前提也要它肯彈這麼多 如果你說要彈回到18元 這裏都差不多已經有兩成多了 除了說油 還要說煤 例如神華這些 繼續向下 現在叫做跌幅收集一點 煤價和油價部署的策略 是不是應該都差不多呢 煤股和油股 都比較遲 都是怕需求問題 雖然之前都說 有些採暖的季節 那些對於煤炭的需求 有些支持也好 但是你見到煤價都 真的開始回落 所以沒辦法 對於煤炭股來講 即使它們的股值上面 都同樣地派息 或者你說在PE值上面 是很吸引也好 但是高位要回下來的 都可以回得深一點的 都合理的 所以這些時間穿了位的話 可以叫做忍多一會兒 如果你說以掩礦為例 這一段時間 在7月至9月的時候 整個升浪 我們慢慢去看看 哪一輪的升幅 那個回調是否做足 譬如就好像看到 由7月18日開始 到8月8日 中間就做了一個平台區 你說8月8日突破完那次之後 其實基本上都沒有一次 是真的叫做回到這條項線的水平 這條項線就放了下去 大概25.3、25.2號 半左右的水平 所以你看到 這條項線在8月8日突破完之後 沒有一次回到的話 下一次要回的階段 就會是這個水平 所以你數回最遠的浪 就是由7月開始 數回這些浪出來的話 你預算了就要回到 大概25.5至25元 這個範圍才會慢慢罵 就比較合理一點 另外騰訊今天 再跌大了2% 最多275.2 最低現在278.8 阿里也是 去到76元邊 有些卵商也有支援給我們 就是有些資料給我們 就是說今天其實都多人罵 一些騰訊的衍生工具 可能是call 因為可能見它跌了很多 還有繼續在280元以下 你自己建不建議大家去這樣做 如果用衍生工具 一定是短炒的 那那個止蝕和止賺 還是騰訊的範圍怎麼行 如果你說 跟一個板塊的勢去看的話 騰訊這些科網類的股份 就不算真的很吃香 就是說 市現在穿著位 推下去17,500元 這些水平的話 所以那些科網股 就一定是領 都一樣是會跟著下跌的 就很難說 債股的公用股 或者地產股 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所以我覺得 要彈的幅度 未必是很多 因為即使 是想著去撈也好 騰訊今天都還是 跌1.幾% 唯一可以參考的就是 剛才說過了 那些北水 就真的在撈 即是由昨天開始 即使是跌市 或者說出現一些 正流出的狀況也好 都還是叫做輕輕地 撈著騰訊 和微團 所以就 可能是叫做 一根筆水地去炒 就機會大一點 如果你說 騰訊的量度跌幅來計算的話 其實我覺得 剛剛才叫做 出現穿位的狀況 你說要沽 或者你說要走的話 有機會叫再下多一點 之前的項線就330 然後你說項線290元穿了的話 其實這裏就走回大約40元 所以 以量度跌幅來計算的話 其實就有機會落到250 但是你說 短時間之內可能是反彈的 你說要反彈的話 就會反彈上去共壓力區 就會大概是去到290元左右 所以就看看自己賺10多元 是不是真是叫做夠槓桿 可以有位置吃到 因為你上到之前的支持位 就會變了一些壓力區 所以項線的位置 埋著290至293 這幾元的水平 看看可不可以真是叫做突破到 所以第一著 你看的話 暫時是賺到10多元左右的波幅 好 看回市場 現在跌幅收窄一點 跌近102點17752 如果剛才聽Samuel說 可能市會再推200多點 到時再看看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 又慢慢買東西 儲一下東西 看看A股的狀況 A股跑贏港股很多 現在上陣升大約1% 3078點 大約低 現在深淨成分指數升超過1% 升128點 11,090點 護深300指數也是 升大約1% 3571點 升34點 創仔升1.4% 就時升33點 2356點 大家繼續留意 港股的去向 看看A股 慢慢又拉上來 會否做好一點 這次和Samuel談到 Samuel有沒有持有上去看看股份 都沒有持有的 好 麻煩Samuel這麼長時間分析 稍後回來我們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再見